我們再來看看第二箱 護士太出爐 滿手被戳動 這是 誰啊 大叔 大叔 又是你 你吃麵也有問題 你看病毒 我開始覺得是你的問題 我雖然吵遍大江南北 我有一個地方不敢吵就是醫院 我怕他可以開一些藥 不會怎麼樣 然後就害死你 然後這個是有一次我去看醫生 然後就很不舒服 我就說我可以打點力嗎 那護士就很兇 他就擺一個高姿態 他就這樣 去那邊 二老上去 然後就說 哪裡啊 他說二老上去 然後你快一點 那我隨後就來 我心裡就想 幹嘛那麼兇啊 我又沒做錯什麼 而且我是病人耶 然後他就說 你還不開始上去 我就趕快就慢慢走上去 然後他覺得到後來 他就來了 他就 因為我比較胖 我知道我的血管可能比較難找 他就這樣 我說 胖死了 誰可能被打動了 好清脆喔 真的就這樣啊 超大力 他就這樣 一直打 一直打 然後旁邊的人就在那邊看 然後他第一次找不到 我想說算了 Eric 你回頭看他血管 看得清楚嗎 他可能就真的 可能找不到還是幹嘛吧 他打 一片白 好了 他打了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都找不到 我想說 蛤 有這麼難找嗎 然後可是每一次我都很痛 因為我很怕啊 然後就到第四次 第五次還找不到的時候 我就開始尖叫了 然後就最後 而且他旁邊站一個 是類似那種比較大咖的人 他還在旁邊就這樣看 你太不容易 就怎樣 就在那邊講說兩句話 最後是那個醫生 真的找不到 他才走過來就 然後就才幫我弄 然後而且他也是 那個醫生也是比較大咖的 就很大力就跟他刺進去 我說很痛 很痛 然後他就說 痛 你就要忍耐啊 你男生耶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我是了解 我是了解 痛 我就吃悶虧 我就覺得 你既然要做醫生 或是做老師這種的 你就是要有耐心 你沒有耐心 你去做這種東西要幹嘛 你要去害死人嗎 我最後就把他拍照下來 給我媽看 我媽就去罵他 但大家真的遇到醫護人員 都不和善嗎 杜拜 結果我也是去內診 因為內診已經很緊張了 然後那個護士 那個...那個... 那個... 診間 他只有一個連的蠟燭 所以外面是有人的 然後他就說 你躺上床 褲子脫掉 我說那我脫掉 是要脫診間 還是怎麼脫 他說已經脫著 然後窩起來 所以我屁股就朝他 然後他就進去的時候 還在跟旁邊聊天 然後就很大力 然後我就很緊張 他說你要放鬆... 然後放鬆 怎麼放鬆 他就整個插進去 然後就是... 然後就放鬆 超痛的 然後態度很差 他說好了 你可以走了 然後走進來 還打我一下屁股 他從來可以走了 男男女的 他女的 女的 他一直說打 可以走了 你確定嗎 他有沒有鬍子 沒有 所以這種態度 我們要問一下 護士代表了 聽聽 其實... 其實我們 很累 我走的時候會打人家 就... 打他 我覺得他應該只是 要安慰他說 好了 你可以起來了 放鬆心情 對 就是可能這樣拍拍他 只是可能... 太急了是不是 應該也不是太急 可能就是態度上面 你們傳遞的訊息 可能不一樣 我可能覺得我拍拍你 可能覺得你幹嘛打我屁股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 開刀平常心 手術室裡面吃包子 吃包子 那我告訴你 這是我媽媽的經驗 因為她去手術 就是要去手術房開刀 然後就想說 奇怪 我已經進手術室 怎麼又聞到食物的味道 然後才發現說 就聽到護士就說 醫生 你們要吃水煎包 然後我媽就想說 這不是手術室嗎 怎麼會有食物 在手術房裡面出現 然後就一群人開始吃起來了 媽媽的那時候肚子是打開的嗎 沒有 就是還沒有開刀 但是就是覺得說 有食物出現 手術室是很短的 就病人已經被推進來了 對 然後就要等他們吃完之後 才開始進行手術 他們有請你媽媽吃嗎 喂 不能吃 手術器也有的話 都要開刀了對不對 這樣怎麼辦 黃董事 在比如說診間或什麼 就是邊吃邊弄這樣 當然是不是誤解我不知道 不過手術室裡面 絕對禁止吃這些東西 那有可能是剛剛護士講的 可能在準備室 就是說躺上手術台之後 醫生吃這個 那基本上那個裡面 整個手術室裡面它是無菌的 所以當有了這些包子 這些那個味道 基本上細菌就會滋生 所以不可能在那邊吃 所以說除非那個醫院是 根本管理不善的醫院 假如說在準備室 那就有可能 好 接下來這個是 高價醫療費傻傻腳 大學生了沒 好 接下來這個是 高價醫療費傻傻腳 這個是Look 對 因為像我們就是 運動選手也常常去看醫生 又要做復健幹嘛 然後有時候拿到繳費單 就會去繳錢 可是通常有時候一繳好幾千塊 根本不知道自費部分 也不知道從哪裡來 怎麼計算都搞不清楚 對 然後想要請問一下黃大哥 是怎麼算的 你到底看了哪些叫你繳幾千塊 其實有一些是自費 他說有些是做治療 復健什麼干擾波什麼的 然後就是要自費項目 然後都算自費 然後通常是健保 就是不是有健保幾付嗎 可是為什麼還會那麼貴 有的是自費的 你們現在才知道 對啊 我們那天幾個媽媽聚在一起 討論說健保 我們也是有在繳 可是你真正碰到關鍵性的 不管是大手術 或需要什麼心臟支架 什麼東西 都是自費 好過分喔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 我們要告政府嗎 那應該這樣說 就如果我們今天病患到醫院看診 你拿到的是要自費的部分 第一個 他必須事前告知 第二個 每一個人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可以上中央健康保險局的網站 去看一看 這個項目是不是自費的 或者是說 它有一個差額負擔 譬如說支架 我們現在最 我們上一次也開過 開過一個研討會 也就是說為什麼 健保局提供了心臟支架 然後醫師要人家自費也就罷了 他還告訴人家怎麼樣 健保局那個不好 我的才好 所以要自費 都是這樣 對 這樣子就是道德上的問題 所以很多東西也是 麻醉也是一樣 因為是 你要無痛是不是 加六千 對 對 就是類似那個部分 因為健保局它是規定 可以自費或者差額負擔的部分 它的網站都會公布出來 那第二個部分呢 所有醫療費用的收取 必須 報請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兩個地方去求證 一個是當地的衛生局 一個是中央健康保險局 如果超出這兩個範圍的 基本上就是違反醫療法 好 請大家自保啦 注意啦 對 接下來咧 我們來看看服飾類 首先是強迫推銷 緊迫定人 還有試穿 不買就碎碎念 以及上下打量 瞧不起人 這個是 光潔 光潔遇到的事情 先買衣服 因為我之前去一家店買一件衣服 因為我已經看好了 可是一進去之後 店員就開始跟在你的旁邊 開始在旁邊這樣子 那這件衣服也不錯 我覺得也滿適合你的 好 我就說好 那我就試穿看看 他就說沒關係就試穿啊 反正試穿就不用錢 就是多可以試穿 我說好 那我就多看幾件 因為我沒有打算要買 我只要買那一件 我就試穿很多 他說這都還滿好看的 真的都很不錯喔 後來要到結帳的時候 他就說好 那我幫你算便宜一點 然後就打打打打 直接打出來 然後我想說 我原本只想買一件 可是他都幫我按好了 然後也幫我都裝好了 他說那 逼你 對 就逼我直接去買 然後我說 那我這個人也不好意思 拒絕了人家 就說好吧 那我就 我就掏錢就直接買 這樣 肉肉 怎麼了 你應該不會這樣喔 但是有聽過同行這樣的對不對 會一定有 因為他當然希望你買多一點 但是基本上我不是那種 會緊迫叮人的方法 對 就是我會先看 因為他一來他可能 他已經有重益的東西了 那你就看他 那他大概喜歡的是 什麼樣的東西或者是顏色 然後你在就是經過他 就是他不斷的在試之後 然後你再推薦他 他可能才會想要買 小白 就是有些人店員 就有點視力眼啊 比如說像金剛經營店的時候 你如果穿得很漂亮 他們就會很熱情為你服務 那如果你就是穿得很邋遢 他們就會又不太理你 但是這就算了 你如果有時候試穿 比如試穿個一件兩件 就不適合嘛 然後再試穿個三四件之後 你決定不買或怎麼樣 他就會立刻變你 可能從邊 像笑著看你這樣 就真的是變很快 然後突然就北送 然後就不理你 然後我就說可是 這我換了二十五件 沒有... 大概兩三件都最多 因為就是你譬如 我要挑一件洋裝 那穿了總是有不適合自己 他就會一直塞給你 然後而且有時候 他會說試穿不用錢 就逼你穿 有時候我根本也不想穿這件 他會逼你穿 然後穿到之後 我不要嘛 我說我不買啊 然後對不起 我還會很客氣的說不好意思 就是這幾件我不喜歡 那我下次會再來這樣 他就立刻變成之後 而且是立刻轉身這樣 就跟旁邊店員說 真的很機車耶 就我還在喔 不把我放在眼裡喔 然後我就叫他 應該之前是待過法國餐廳 有 應該是跟原生的 法國餐廳 然後重點是我還想說 他可能知道我是誰 我就會更客氣 我就很不好意思 我就說我是不是故意 是穿你的布買這樣 然後我就不好意思走 我走他繼續講耶 然後我就覺得很過分 想說怎麼會有這樣的店員 就是我也當過服飾店員 我也知道你很辛苦 但你也不用這麼不客氣這樣 這個我問一下 那軒軒弱弱跟這個Karina 你們舉牌喔 你們能不能從第一眼 客人進門的第一眼 就判斷出他大概會不會消費 或消費多少 請舉圈叉 圈或叉 可以喔 超強喔 Karina來講一下 厲害喔 一看就知道他不會買 比如說有哪些特徵 因為有一些客人他就是進來 他手也沒在動 他只是用眼睛這樣掃描一下 對啊 或者是走來走去 那我就知道他一定不會買 杜拜要說什麼 我是覺得逛金品店壓力很大 因為有一次 因為我們家在101附近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媽就 我要去買聖誕禮物 可是那天又是冬至 然後我媽就叫我去101樓下超市買湯圓 所以我就拎著湯圓去逛街 然後那時候我逛到那個萬叉龍的時候 要去買皮夾 然後那個進去的時候 那個店完全沒有要理我的意思 而且還上下打量我 還看我的湯圓 還瞧不起 然後我就說這個皮夾多少錢 他說很貴 他說那你預算多少 我說我預算一萬 他說那你今天有帶錢來嗎 我就說我有帶錢啊 然後後來我就生氣 我說我要這個 我就直接說我要這個 然後就買了就走 我就付八千多的現金給他 然後最後還開始笑 就是笑著送我出去這樣 所以這個最後要問黃大哥了 其實消費者跟這個業者 他們各有各的立場 怎麼樣減少摩擦你覺得 台灣的服務業觀念你覺得 目前來講服務業的態度 漸漸已經有往上提升了 那我們也希望說真的是一個 正常的互動會比較好 大家不要老是用一種負面的形象 去看待這些業者 很多的業者也不應該用負面的 來看待消費者 因為消費者很難從外觀 去看他的消費能力 目前這種東西慢慢的已經顯現 這種出現了 你自己有沒有在食衣住行哪一方面 我沒有跟人家有糾紛過 最後拿名片出來摔 嚇死人家 沒有 沒有 通常不會 因為還是你一進去就叫 我問人家就把名片貼在額頭上 消機會的喔 消機會 我自己比較擔心的是 有一次我到高雄去 我到了一家店裡面 然後突然他的店長就說 好 我認識你這樣子 我說你怎麼會認識我 我說我住哪裡你知道嗎 他說你從台北下來 就類似這種東西呢 因為我過去處理很多消費糾紛 那當然蠻多的業者 甚至也會把這些 處理消費糾紛的人 當作一個教材 教案 他會去教他的員工這些的 所以當然這些事情會碰到過 我常常講說 我以前上大賣場有沒有 我開始坐電梯上賣場的時候 突然他的經理或課長都會出來說 今天你來啦這樣 所以都可能還會這樣 所以都不用買喔 不是 不是不用買 他是擔心你去抽驗他什麼東西這樣 一直跟在後面就對了 所以其實呢 各行各業都很辛苦 但是也請大家這個記住 三個字 因為你們是服務業 好不好 辛苦啦 再次謝謝各行各業的代表 謝謝你們 拜拜